你一直在越界的边缘徘徊 这让我根本放不下心来 我只是在正常的工作社交而已 你为什么不能选择相信我 一点小事你都斤斤计较 真的让我觉得很累 你的想法永远是那么不切实际 一点也不会考虑我们的实际情况 在一起一年了 我们的争吵变得越来越多 这样的日子让我看不到未来 有请这对情侣有请 男嘉宾小李24岁来自四川自由职业 女嘉宾小庞22岁来自四川自由职业 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 一看这两张脸杀气腾腾 咋了呀 你问他 就是我很不喜欢他像做那些工作 就是他经常和那些异性一起工作 啥工作呀 做过那个桌游链助教 陪着那小哥哥一起玩 然后还加人家微信跟人家聊天晚上 不是我觉得客户加微信很重要吧 那他下次怎么找我呀不加微信 那你跟他说你单身是怎么回事 我觉得大家都懂吧 就是他既然找你陪玩 肯定对你有些幻想呀 我要说自己不是单身 绝对没有人会找我 这个你应该知道 而且他还做那个主播陪玩 也是就在那些男生面前就卖萌 你觉得我在你旁边听着这些我能舒服吗 但这是客户需求啊 那我得顺应市场的这个需求啊 他们想要什么样的 我就得演成什么样 那你知道我不是那样的一个人 就是他只是依据网络 在线上还是说他线下也会做一些 对就是我就是想说他线下 线下他偶尔还去酒吧做七分主嘛 然后有一天他给我打电话提分手 结果我问他 他说是他跟那个男生玩游戏 玩那个大冒险 然后输了就要跟我闹分手 但我不是后面给你解释了吗 也把你微信加回来了 就一个游戏啊我觉得 游戏游戏就可以随便提分手嘛 我是那种你认得就可以捡回来这种东西是吧 但是反正我是那种愿赌服输的 我觉得这个没什么 就这么闹一下有什么吗 这么久了都没提过分手 你因为一个游戏 我觉得你太小肚鸡肠了 我说真的 而且他还有一次 就是他同事也给我打电话 让我去接他 说他喝醉了 我刚过去就那个男的就摸他头 我说了人家只是在照顾我 他照顾你为什么摸你头啊 他不扶着我我都要倒了 你就让我摔地上 而且你也不能一上来就算你去打人家呀 我没打他呀 我只是想上去跟他理论 那保安就直接给我轰出去了 你说要是那个保安不轰你 你还不打他 本来人家说好了 给我推荐个工作 你这样一闹我们都特别尴尬 这个工作也没了 行 你能理解男朋友对你的这种 男人叫担心 女人觉得是小肚鸡肠 你能理解吗 他 他现在是说出来了吗 在大家伙面前 但其实如果我跟他吵架 他是一句话都不会说 然后直接冷暴力的 就是两三天 你有什么用吗 说了也是吵架 吵架有什么用吗 你说呀 我说过呀 你改过吗 之前你还不是一样的去上班 不是我的工作 我改什么改 我不吃饭了 而且他这个人吧 憋在心里就算了 他主要是干嘛呢 他要把我俩之间那些事啊 全部都告诉他兄弟 然后特别喜欢折损我的形象 说什么 我不爱收拾屋子 我乱花钱 然后跟异性走太近 就有一次我俩去逛街 看上了一副耳钉 特别漂亮 然后也挺便宜的 我让他给我买 他说这个特别好看 特别适合你 就给我买了 就完全没有心不甘情不愿 但是一回去 他就在他兄弟群里面说 哎呀我身上本来就没什么钱 他逼着我买的 然后现在他那些兄弟 都叫我耳钉女 哎呀男人之间嘛 你还不能让我们这个 喝点小酒 诉点小苦 这有啥 你们不也 跟闺蜜说吗 是不是 对呀 但是他当面没告诉我 就没有表露出任何的不愿 背过来又说我 那天你在店里边 那么多人 我肯定要给你面子 那个服务员一直在那儿应恨你 你带这个好看 带那个好看 不给你买来不成什么了吗 不不不不 你搞错了 你这个维护的不是我的面子 是你的面子 你知道吗 哎呀 现在的女生很厉害 这不是个事 我没有刻意要贬损你 没有这意思 不是他自己也行 我就背着他了嘛 然后后来就跟他兄弟研发了一套那个暗语 说画那种表情包啊 就暗示我怎么怎么不好 但我都看得出来 什么暗语啊 你这不对号入座吗 你当我不上网啊 你当我和网络时代脱轨了 我这儿有那个图 你们看看能不能看出暗语啊 来 问好 惊叹好 喝酒吗不是 是喝酒吧 是 母老虎不在家 是吧 母老虎在家 母老虎在家 后面那猴子是啥意思啊 你自己跟他们解释 分身伐术 分身伐术 你看分身伐术 下面呢 眼睛前啥意思 他说 败家媳妇见前眼开 那我朋友说的 然后呢 白白了吗不就是 这是两个 时钟加个白白是啥意思 他说 早晚跟我分手 然后那个又说啥 他朋友说你吹牛 他说 我又在吼他 母老虎又在吼他 拜拜 下次再说 你是不是这个意思 我给你破解了吗 都跟你 那不开玩笑吗 你现在又承认了 这个是在网上 是有一个密码本的 还是说你们自己编的 自己编的 多有意思 现在的孩子 不是 你为了应和我 你真的也挺聪明的 不是 这不挺好的吗 你不是这生活多有情趣啊 他编码 你猜码 破译破译感情 不就好了吗 那显然这男的很鸡贼啊 他真的特别鸡贼一个男的 他现在还欠我一千多没还 就是我俩去吃饭 他拉着我硬要玩那个坦白局 什么叫坦白局就是 对对对 他就说不计前嫌 我真的觉得以前的那个感情经历啊 告诉他也无所谓 反正我是这样想的 然后我们就玩嘛 一百块钱一件事 然后他玩了后面就耍赖 不玩了 欠了我一千多 不是 我当时我就想跟他玩 可能我说个四五劲出来 然后他说个六七劲 就一两百块钱就差不多了 结果他比我多了十多件事出来 我觉得特别委屈 但是你自己定的规矩啊 你得把那个钱给我呀 然后你还骂我 你觉得啥委屈啊 他说那么多 那个情感经历啊那些 哦 没想到他有这么多 只有四五段 对 他有十来段 对 也不是十来段 我没有那么过分 就是他会问一些别的什么 跟谁现在还保持联系啊这种 我还真没谈过十多个 哦 嗨 这不就玩嘛 他玩急了是吗 他后面还要骂我 但是呢 钱也不借给我 反正我一直记着呢 那我就觉得委屈 我不可能委屈还给你钱啊 对吧 他现在生活当中抠门吗 他过生日的时候 我送他都是潮牌 然后鞋子 就是做足路功课 一定是男生喜欢的那种 然后他送我 就是送护肝药 保健品 筋膜枪 然后完了还附加一具 你一定要好好减肥哦 那弄得我很尴尬 你知道吗 我送那些东西护肝药 因为你在酒吧上班 护肝药那些 不是对你身体好吗 那可以 你平时送我 那么有仪式感的一天 我的生日 那么漂亮一个大蛋糕 然后旁边摆一个护肝药 朋友圈我都不敢发 我就不好意思 李清情义重 李清情义重 不是你这个就是抠 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个男的 丢了十块钱 他背上了两天 而且一定要从生活中 各种细节中 把那个十块钱抠出来 什么意思 就是他掉了十块钱嘛 特别难过 然后我俩去买什么东西 他说不行不行不行 买这个便宜的 就是省了几毛钱 然后就可以把那个十块钱 他丢了凑枕了 只要能用不是行了吗 那你可以恶心你自己 你不能带着我一起恶心 我没见过洗澡 从头到脚用一个香皂 完了还用那个香皂洗袜子 我自己袜子穿自己 身上我还嫌弃我自己是吧 不是袜子多少细菌啊 你洗了袜子洗你自己 然后完了 我偶尔会碰到那个香皂 我觉得我这是节约 那你呢 为了去弄那个烤瓷牙 想花好几万 自己积蓄不够 还问爸妈要 爸妈不够了 还想让我问我爸妈要 我说借 借 你本来你就知道 我和我爸妈关系不好 是是是 我一开始跟你在一起 我觉得你这个习惯特别好嘛 就是不找爸妈要一分钱 但是你看看 你现在有什么能耐 你爸妈给你介绍 那么好活 你也不去 然后完了 现在就打打杂工 你看看 那我当时我肯定觉得 我不想去那种 一进去就一眼望到头 那种工作嘛 那你现在都后悔了吗 我想自己创业出来闯闯 不是 你别跟我说创业 就是说咱俩每个月 一起攒钱 然后攒了十几万 你要去创业 但我问你 你到底创什么业 你也说不明白 不是你在计划什么 你能告诉我吗 那么神秘 我才出来一年呀 谁出来一年 能做个什么 创个公司呀什么的 那你能告诉我 还要等多少年吗 所以你年几年都不愿意等我吗 你们俩今儿来干嘛来了 就是你们俩这个聊完之后 我就特别迷茫 说挺好的啊这一队 不就是打打闹闹吗 你们俩来干嘛来了 我觉得我真的不太计较这个事 他太计较我了 所以你来是陪他来的是吧 对啊 他特别想来 你来干啥来了 我就觉得我跟他在一起 感觉没安全感 就是他经常跟那一心接触 然后在家也没怎么跟他说话那些啥的 你自己不跟我说呀 我跟你说啥 白天你去做那个工作 晚上又出去酒吧上班 那不是因为你晚上不陪我 我才出去吗 不然我肯定待家里 那你晚上在干啥 晚上一般玩会儿游戏嘛 因为我 很难每天我就打会儿砸工 因为我们俩开销也挺大的 他做那些工作必须要外表 然后我就不能选择那种可以学东西 然后赚的钱比较少的工作 我只有做那种来钱快一点的体力活 不是 我又是坏人了 你爸妈给你介绍那么好 你自己不去的 我这种无语你了 所以今天来是希望女朋友 这个在工作上面做调整的 还是在什么上做调整的 其实他工作还好 就是不要在家里面 就是他工作上面对内心男生那样 然后在家里面对我 就跟老虎一样 就是 我这才听明白啊 他说你别双标 你对客户怎么样 对我怎么样就可以了 兄弟 你要求可真不高啊 那没办法呀 都得赚钱 你们看看怎么办吧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我突然之间觉得我自己老了 就是跟不上时代了 一个是你们聊天截图 那个密码 然后再一个就是你们的这些职业 我就觉得不是我生活的世界 我说说我的理解啊 姑娘 我觉得你说的所有的刚才那些工作都没有问题 但这个工作的前提是什么呢 不能因为我做这个工作去影响到我周围的人 让我身边爱的人心情不舒服 既然你选择进入了一段稳定的恋情 就麻烦你要尊重另一半的意见 要在意另一半的感受 包括男生的底线也有问题 你既然不满意他的工作 你觉得你受到了威胁或者你没有安全感 你应该及时制止 而你在做什么 赚更多的钱来去支撑他这样的生活 那你就是认可他的工作 你既然认可他的工作 你就不要抱怨那么多嘛 你不是也接受人家的工作嘛 所以是你的底线决定了你现在的位置 明白了吗 明白了 谢谢 为什么这么宽容 为什么要求这么低呢 我觉得其实是没多少爱嘛 就是那种很浅层次的喜欢 就是大家在一起就是彼此图个舒服 是吧 我觉得其实他们两个人 真挺像的 刚才这个姑娘一直说 工作就是工作 我没有其他的歪的 其他的想法 但你的男朋友说 你经常在工作当中 跟男性的客户说你是单身的 你不承认你有男朋友 如果你认为这些男客户 对你没有其他的想法 为什么要隐瞒自己 有男朋友这件事呢 其实你还是会觉得 他们会对你有一些些的 暧昧的甚至是想要越界的想法 你想通过这样的自己单身的这种状态和谎言来获取更多的利益 所以你的这种状态包括你说你每天晚上出去喝酒 跟人家喝得烂醉如泥 你男朋友说他能接受 他说他只要在家里不要对我大呼小叫就可以了 就凭这一句 这个男生一点都不爱你 如果一个男人真的爱一个女人 他接受不了 他真的不爱你 但是你也不爱他 你要是爱他的话 你也不会选择每天过这样的生活 选择去干这样的职业 所以我是觉得你们俩在一起就是一对这个玩伴的关系 其实你们俩的生活目标都是一样的 你们都不喜欢那种有安全感的生活和伴侣 那种稳定的工作他不选 他选择现在自由的职业 然后他选择一个这样的职业的姑娘 能够给他带来那种不断的刺激的感觉 他就追求这个 如果你们的所有的追求是一致的 我觉得你们就回去好好商量商量 彼此的度在哪里 互相之间照顾一下 也许你们俩还真能白头偕老 其实我不太想说爱 因为肯定是没有 我想说的是另外加一个字叫自爱 而不得去接受最后一种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对待深爱的人 为什么要用我自己 最不堪的样子 而我什么时候 会认为最不堪的 自己居然是最真实的我 这是一个错误的认知 而很多年轻女孩子 都不知道 很多女孩子都认为 我只要发脾气 我只要怎么样的 那就叫真实的自我 她们都忘记了 真实的自己 其实真的是个可爱的女孩子 这是很多女孩 用了自己的青春 赌完了 才能够赌明白的 如果这个就是 你男朋友的诉求 她就是希望 你能够在生活里头 对她温柔一点 能让她自己觉得 自己是被女朋友理解 看重的 而不是女朋友 总对我大呼小叫的 那么我觉得 你是能给她的 然后说到你这里来 哎呀 大家都在说 你好像不爱女朋友 你爱吗 我觉得爱 不爱怎么会 在一起一年多呢 大家说 你对她的这一个职业 不生气 不吃醋 你觉得你吃醋 和生气吗 太过的就会吃醋生气 因为每个人 对那个职业 都有不同的看法嘛 其实你是相信她的 对 你只对她 个别事件不满意 这个个别事件里头 就包括我也不喜欢的 到酒吧喝得烂醉 因为这太容易出事了 而且对身体也不好 所以那一些 对自己有危险的工作 我们尽量的 还是要远离一些 而且你在情感里头 有一件事 不尊重她的这一个呢 就是你在酒吧 玩的那个游戏 真心话大冒险 你居然真的 跟她打电话说分手 你任何时候 都不应该 拿你们的感情 作为大冒险 而她介意的 恐怕也就只有 这样两件事而已 我觉得你们之间是有爱 你们的爱是 用你们的方式 去承载的 收掉那一些 过激的危险的 那样的一些事之后 还能够平稳走下去的 谢谢老师 谢谢米娜老师 其实我也搞不清楚 你们到底是爱 还是什么 因为确实 90后 就接近2000后的孩子 他们的很多想法 跟我们过去认定的 不太一样 但是我觉得 不管在哪个年代 大概有一个标准 就是人类共性的东西 因为爱 所以想占有 不管你时代怎么变 大概人的这个东西 不会变吧 我们讲亲密关系 既然讲关系 其实最核心的词是互动 好坏 每个人有自己的看法 爱和不爱 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看法和解读 这都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 你们在这个互动关系当中 你们怎么去动 这才是关键 剩下的时间给你们 一起进入真情60秒 我觉得你的职业吧 我也不是过分地要求你不做那些 但是就是你要求你在家里面 也像对他们一样的 也对我吧 我呢以后也会去 好好找个稳定的工作 然后你不是学表演的吗 那些喝酒啊 那些工作你就先辞掉 先找一些这种表演相关的工作做 那人家叫我跟祖 我也不想去啊 去外地三四个月 我也不想离开你 那就找个近一点了吧 要不是你老是不理我 不陪我说话 我用那招跟别人去说话吗 我还去做那种付费服务 我也希望你多陪陪我 就一吵架 什么也不说 关上门谁也不理 你要跟我说话 我也可以 对吧 行 你这个笨蛋 他对你不同才对嘛 他用那个方式都对别人对你 那你不就跟那些客户是一样的了吗 只不过那是付费客户 这是免费的客户嘛 哎呀你这个笨蛋 还有个记住米娜老师说的话 为什么要让最亲近人看到 是你最丑的那一面呢 有什么好呢 对不对 谢谢两位 请回吧请回吧 来请关门 我们节目组 唯一的观光报名热线是 0223606361 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 可以来点报名 来看看这对年轻的朋友 做何选择吧 请开门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请开门 接下来一起来见证 属于这对年轻朋友的 浪漫时刻 各位请接下来